泰拳小霸王擂台上嚣张跋扈 无视裁判的阻拦和独秒 对着中国选手破口大骂 丝毫没有把裁判和比赛规则放在眼里 白金兵一记转身后登击中对方肋骨 强称几秒后的泰拳小霸王 还是没能忍受住追星刺骨般的疼痛 直接摊在地上再也起步来了 比赛来到第四回合 白金兵上来就是一记转身后登 塔萨纳愣了一刹那 随即一股追星刺骨的疼痛传来 让他再也忍受不住 当即就摊倒在地 医护人员紧急上台 将其送往医院抢救 白金兵以KO的方式 狠狠地教训了嚣张的泰拳小霸王 为中国功夫证明 大家觉得白金兵打得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格斗的朋友给个三连再走呗